国家安全是每个地方的头等大事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国家安全有保障,香港才有稳定,市民才可以安居狼业 近年出现的鼓吹港独和分离主义的行为 以及过去一年的暴力破坏和接二连三破获爆炸物品的案件 已经严重危害国家安全 而二十多年来,特区行政立法机关 都没有办法为保障国家安全自行制定法律 中央今次从国家层面进行立法 是要维护一国两制和保障港人的利益 是用心良苦 国安法立法惩治的是极少数犯了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人 不会影响港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也不会影响香港的营商环境 请大家支持定立港区国安法 保一国两制,还香港稳定